大家好我是蹦蹦 本部影片來個Brexit 藍尼城市注意玩的特別企劃 來偷偷探訪玩家們的城市啦 這一次我會先從前幾次互動性較高的玩家 以及還有幫忙我做蹦蹦看板之類的 或者是有幫忙做一些好看裝飾物 然後我的城市這邊有蓋的玩家 我這邊的話是會先來做下手然後來探訪 順便來幫忙推銷該玩家們的藍圖喔 沒有探訪到的玩家也不用擔心 我這邊呢會開個Google的表單 到時候週末我也會來直播 然後來做探訪並幫忙宣傳 所以這是不是很棒啊 以上就是本次的自肥企劃 接著就直接來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位來看一下這個綠大大 綠大大這邊他是有幫我設計蹦蹦的看板 以及還有另外一個是新的看板喔 這邊來看一下他相關的玩家ID 以及還有Player Code 就是這邊有興趣的玩家們 就是可以直接來加一下 來看他相關的創作 那這邊可以看到 有一個這個迪士尼的這個 達飛熊熊 然後還有晉級的巨人 然後還有相關的這個怪獸電力公司的裝飾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相關販售的藍圖吧 第一個賣得超級好的 這個迪士尼達飛熊熊 第二個是這個蹦蹦裝飾第2代 那這個第2代裝飾真的做的也不錯 那我這邊都全數買單 再次感謝他的創作 好然後再來看一下其他的話也有迪士尼的 然後還有這個是低色的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 藥草食人花 這邊的話還有幫他自己這個Player Code來做宣傳 然後再來這個是進擊的巨人 然後還有野生喵喵怪 還有大熊 然後再來還有福音戰士 怪獸電力公司 其他的話喔這個看到了有沒有 出版的這個蹦蹦看板 這個我覺得真的做的也不錯 所以就是再次跟他說聲謝謝 有興趣的玩家們 直接來買吧 我覺得重點大家應該買的應該不是我那個看板 重點應該是這個可愛的打飛熊熊好嗎 就讓他祝他這個生意興隆 緊接著第2位介紹的是我們 勞蛙路頭大大 那他這邊除了做這個Let's Party的這個裝飾物啊 那這個裝飾物他在白天的時候其實效果也不錯 晚上的話其實也有燈光 然後他這個的話就做一個戰鬥的棋盤這樣子 以及還有一個重點 那直播的時候那時候我跟 大家講說 可以給我一點裝飾之類的東西我很開心 結果他給我一個一大堆藥草 然後就叫做侯侯聽 這個真的超級有梗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好嗎 然後接著來看一下他家吧 好那我們這邊有看到嘛 這邊有很多相關的一些利盤 不過其他大部分的話是別的玩家的惡創 好來快速看一下藍圖他這邊賣什麼吧 那首先第一個的話是這個銷量不錯的Let's Party 你看實際上他一般正常日光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配色還不錯 重點是他全部這些都是用椅子來做的喔 就是下面很多的這個支撐架都是用椅子做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些其他的話都是我們魔物獵人相關的這些 魔物他們的那個 小小的縮圖 就是你在地圖上面顯示的這些縮圖全部都是長這樣子 就是有玩那個 新的那些崛起之類的那個魔物獵人的玩家應該會直接懂 就是相關的這些縮圖是哪幾次 然後還有其他的小梗圖嘛 重點就是這個 HOOHOOTING 這個HOOHOOTING真的是蠻有梗的 一口氣好幾個藥草 我覺得放在那邊 也沒有不好 就是我覺得放在那邊這個還蠻有喜感的 別人看到一大堆藥草 然後探訪你家之後想說這到底是要幹嘛的 好 我在看久了我覺得這個蠻可愛的 第三個看到是這個社長的創作 那他這邊的話也幫我做一個這個夢夢的縮圖 那他的話這個是Twitch的LOGO 然後反面的話呢是一個YT的LOGO 所以這個也是設計的相當有巧思的 好那這邊一樣我們直接來快速看一下他家吧 來看一下有沒有相關其他的創作 好來到社長他家了 這邊重點的話有一個 是這個寶可夢的這個對單廠 那對單廠相關的這個旁邊的這些 裝飾物還會動嗎 然後重點 這隻龍我印象中沒有記錯的話 他是會噴火的 你要噴嗎 你看喔這個龍他是會噴火的 好來看一下相關的創作吧 第一個 Heating Essence的這個擴地方塊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 蹦蹦的這個 地牌 以及還有其他 很多Holo系列的 就是你對Holo有愛的玩家他這邊有做了很多的創作你可以來幫他買單 然後剛剛又講寶可夢對戰的這個 這個是紅改跟白改的重點的話其實就是這樣拼起來的 那我記得他這個的話喔這邊有寫 D的話是6x6這個的話真的很大 然後再來還有其他都是一大堆Holo系列的創作 那還有一些小小的裝飾物啊 測試房 好嗎 有興趣的你可以來社長家光顧一下喔 來幫忙推銷一下他的藍圖喔 緊接著第四位來探訪的就是在直播中 我們這個銷量非常好的這個Sakura老闆娘 我們這個太妃 來快速看一下他相關藍圖的創作 就當時那個時候我們有講嘛 就是個櫻花搭配這個糖的地精 這個 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唯美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這個創作的銷量吧 他這邊已經來到了鑽石階級 然後再來Sakura Camp這邊賣了300多 然後重點還有這個Beatley的這個是那個 將餅人王國的這個戰鬥的結算畫面 待會的話直接來他家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這個什麼 Blackpink的 Healing Essence Blackpink的圖 相關的顏色啦 然後這個Healing Essence 就是跟我們這些影片拍的那個量是一樣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WELCOME CRK 那他的話就是這個算是一個歡迎的這個畫面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舊版的Sakura 他的Sakura其實是有做兩個的 一個的話還有躺著地精的 還有一個大型的Healing Essence 好我們這邊直接來到他家探訪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來到泰菲哈家了 我們看到這個 他的這個 勝利的結算畫面 他這個是會動的喔 所以這邊對於這種有玩獎品的玩家應該不陌生吧 就是我們王國的結算畫面 他這邊的話是做比較亮的 然後再來後面的話也有很多裝飾在動 緊接著來到後面機場這一邊 他這邊的話是有做一個WELCOME CRK 然後剛剛也有講 他這個恐龍啊 這個的話是會噴火的 所以他這樣做其實是有巧思的 因為玩家們如果你在用那個CT2的城市探訪的時候啊 你是會先從這個WELCOME這邊走出來 所以走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他這個畫面 是直接寫WELCOME TO MY CITY 所以他這個的話是直接 就幫你直接來看一個動畫 讓你覺得好棒棒 然後再給個愛心之類的喔 那相關的藍圖有興趣的玩家也歡迎來做購買 哇我真的是一個稱職的推銷員耶 呵呵 緊接著第五位 是我們的京葉大大 京葉大大這一邊啊 他主要是有做這個Minecraft的古力怕 還有這個地獄幽靈 然後在聊天室的玩家們就有看到相關的創作 就有 很積極的一直在問就是說這個古力怕在哪邊買 所以我這邊的話也特別幫他宣傳一下 來看一下他的城市吧 好那首先一進來呢 直接看到一個很大的古力怕 還有這個地獄幽靈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古力怕 這個藍圖到底他設計是有多大的 這個古力怕呢 他這邊的話這個是 這個幾成幾 6x6的 然後特別的巨大 為什麼他還有一些光影的效果啊 我剛剛是不是有bling bling的 這個古力怕的這個玩家們有看到嗎 就是對這個有興趣的 你們之前那個留言啊 YT留言 直播還沒問我講說請問在古力怕在哪邊 這邊就有了 那之後啊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到時候也有那個 其他玩家有創作那個史蒂夫的 還有相關的一些minecraft的倉庫 那個到時候也可以之後來看 目前的話我看到他這個是有一個這個也是 類似像healing essence的吧 不過他這個healing essence 不是用那個premiere bricks的 這個是一般的 然後再來其他的話就是這個地獄幽靈 他這邊寫EOE 然後還有其他這個 他這個名稱好像沒有改 建造 這個是一般的這個創作 可是他這個做的很像dj 好就這樣子 有興趣的玩家們 重點是這個 古力怕這個 可以幫他來買單一下 好嗎 好 這邊來推銷完畢 接著第六個來推銷 還有什麼阿浩大大 阿浩大大他是那個popo的玩家 然後王國 也玩了蠻久的 然後再來他這邊他也是很積極的 就是在直播中就是可能 希望來推銷他的這個相關的藍圖 所以我這邊呢還是幫他曝光一下 好嗎 好來看一下他相關的創作吧 首先我這邊是有買單的是這個 餅乾的這個小樂園 因為當下非常的積極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 擺在我家 那其他的創作的話呢 他大部分都是用中文的啦 好這邊的話有一個 這個我覺得這個銷量應該也不錯 巨大的勇敢餅乾雕像 這個的話也是用橡樹風的勇敢餅乾 然後幫勇敢餅乾放這個王國合作的這個相關的裝飾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 可愛宿舍 然後還有這個樂狗先生的這個 參觀工廠 還有這個小小大使館 他做了很多這種 可以看得出來是這個 青少年的這個充滿朝氣的創作 好嗎 還有這個我覺得最讚的這個 這個也不錯 櫻花樹 他這個話是做 比較接近於橡樹風的櫻花樹 有興趣的玩家們 也可以買單一下 好嗎 然後來看一下他家吧 他家這邊的話呢 也是努力的在建造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還有 混其他的 其他玩家的那些創作 包含像我自己很愛的那些 樹屋之類的 都有搭配上去 重點其實就是他的這個 可愛的薑餅人 這個的話就是這個 巨大雕像 OK 之後第七位呢 來介紹一下 什麼口水漢堡肉大大 那漢堡肉大大 他這邊他是有做了蠻多 就是那種 樹屋的裝飾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所以我其實 有跟就是各位講 其實我還蠻喜歡很多這種 樹屋的裝飾裝潢 就我個人的話都是會買單的 我甚至是希望啊 我城市 還有一點就是那種 科技又混這種 大自然的這種感覺 我個人覺得這個就是很讚 就是相關的這種景色 然後再來可能稍微佈置一下 這樣子我個人就覺得這個城市是非常的美好了 好嗎 好來快速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口水漏大大他的創作吧 來看一下藍圖 藍圖的話我這邊就 第一個這個重點的話就是這個樹屋嘛 他的樹屋其實做了蠻多種版本的 就是很多都是這種 樹屋之類的創作 這幾個 有興趣的話一樣可以來買單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他相關他家裡目前佈置的 成什麼樣子吧 好這邊可以看到嘛他一樣走這種 科技樹林風 對就是這種 充滿有朝氣的城市 然後再來還有放很多相關的這些樹屋的建築 就是我個人的話其實蠻喜歡這樣的城市搭配的 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是創作是這樣子 就是 不一定 就是可能你們看到相關的創作 就覺得說你是不是也要來蓋樹屋蓋什麼的 我是覺得沒差 重點的話就是說 這是你創作的那你創作的過程中你是喜歡 就是 相關的東西然後並且把它推銷出去 然後變成屬於你自己的城市 我覺得這才是玩Black City的重點 就跟大家來特別說明一下 不要因為可能我們喜歡哪些東西 然後你們可能就覺得你自己的創作不好 並沒有 應該是說 這個遊戲就是鼓勵你創作 然後你可以來做分享 那我有機會的話我也可以來幫你做推銷 再來是我們這個蜂蜜小軍大大 那小軍大大他也有創作很多這種就是像素風的圖 我們直接來看他家吧 好那這邊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有這個像素風的喀坡碼 還有阿瑪惡斯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可能那個 跑跑講餅人相關的一些那個像素風的東西 直接來看吧 第一個這個銷量不錯這個是動物農場 簡易風2x2的東西 直接讓你直接知道就是說 他這個是簡易的農場 他這個賣到已經賣了4顆星了 因為小軍大大他也是那個搶先體驗的玩家 所以他這邊的日期其實也是蠻前面的 然後再來其他的話有一些就是跑箱的創作嘛 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重點的東西 除了跑箱玩之外呢 Among Earth這邊也有 然後還有這個二創的喀坡 二創的喀坡這個也做的蠻可愛的 你看 他背面這邊還有一個就是跟你講說是正反面的 讓你可以直接一目瞭然 那有進去的玩家們一樣直接可以來做購買喔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的話這個是偏向恐龍公園 他這個也做的還不錯的 OK 這個我也幫他推銷一下 因為其實人家他在那個 搶先體驗的期間 其實也幫了蠻多忙 也有一起來解答很多社群上面玩家們問到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也特別感謝他 最後一個來分享 是我們第一大大 那第一大大他在整個遊戲啊 就是我們剛推出那時候不是因為也沒有中文化 然後很多玩家也都有 相關的疑問嗎 一直瘋狂的留言 那我也盡力留言了 但是我們第一大大他也在我留言區中幫了許多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也特別感謝 然後在直播的時候呢也會陪我聊天 所以我這邊呢也要努力的來幫他宣傳 好嗎 就是因為這一次的遊戲啊 他前面真的沒有中文化 讓很多玩家都苦惱嘛 然後所以他這邊就是有很多疑難雜症的東西 也有盡力的去幫我回 所以我再次跟他說聲謝謝 好來快速來看一下相關的藍圖吧 藍圖這邊第一個他賣的比較好的這個是我們那個王國的這個選擇同氣令 然後再搭配了我們剛剛有說這個 會動的可愛的小裝飾 然後還有其他這些比較像都是那種我們那個LINE的那個貼圖 還有一個 這個我比較意外的 這個是那個 摩爾莊園的小摩爾 摩爾莊園應該比較偏向是中文圈的玩家會知道 那可能就是其他歐美的玩家 可能不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摩爾莊園的東西 他也是一個 我個人認為還不錯的社交遊戲 那我當然希望BREXIT後面如果可以出多了連接的話 可能可以邁向動生之路之類的 我也是很希望的好嗎 然後再來還有其他這個WELCOM 就是很多小小的力牌 有興趣的玩家們一樣可以來做消費好嗎 因為畢竟真的 以上啊有很多的玩家 甚至是還有直播跟我互動的玩家 我都要跟你們說真謝謝 因為這款遊戲真的 沒有中文化 問題真的蠻多的 那都有主意的來做解決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來你城市注意玩的這個特別企劃 就探訪了這個9位玩家相關的創作 那其他玩家就是之後啊 我一樣會有相關的Google表單 那真的是在直播的時候 就一樣可以來 互動 然後我可能甚至來那個探訪你們家 那不錯的話我都可以把它移成第二集喔 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就希望BREXITY這個遊戲啊 相關的熱度啊 還有各位玩家的創作都可以來變得越來越特別 那這個東西啊之後我們也可以來介紹一下就是這個 相關的一些像素畫 就是這個作者他其實真的很厲害 我們這個X86好嗎 就是這個有興趣的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真的是像素大師 好那我是BONB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